赶快来关心土城的大暖路通往大暖坑一带 因为湿地重化工程导致原有的道路 大暖路被封 三河桥也被拆 那居民是被迫要来改道通行 通车的时间多出了三四十分钟左右 让居民是相当的不满 向新北市议员林明仁来陈勤 希望能够有一条回家的道路 不要再绕道而行 大暖路前已经被铁围篱封闭起来 围离的另外一端 还有将近四五十户的住户 山上也还有一座禅室 居民们被迫要来走产业道路 当作是替代道路 这一来一往 路程从原本的三分钟变成三四十分钟 实在是非常的不方便 新北市议员林明仁接到居民陈勤后 先是和市地重化的业者开过协调会 再召集居民来开会讨论 因为业者风路拆桥 没有依照程序来申请 明明仁认为这已经是公然违法了 那开会讨论的现场 要求远景直接来逮捕业者 虽然业者因为工程的关系 必须要来封路施工 但提出来的替代路线方案 依旧是不被居民所认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